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是29号7月29号星期五 所以我看了整天看到5点的时候 market有跌一点点还是有跌 早上他是起了 take profit 然后突然间 收市的时候又起了一点 起了一点多点 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take profit 尤其是集团他会套利 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美国上了很多天 美国也是上了很多天 所以很多时候星期五晚上 是一个转弯 什么转变盘 转弯 转弯日就是可能他整个market 会会会会掉转来了 so that's why今天很多这些 也许很多集团 尤其是应该是今天套利了 因为冲了一轮了 所以突然间 所以 你看早上上上上下 突然间到下午 他有跌下来了 最后还有推他上去一点 so 这个也许是这个原因 so 因为美国也涨了很多天 so 你知道他涨了很多天 也许他会有调整 不是讲他会下跌了 也许会调整一轮 ok 看今天美国今晚怎么样 点赞点赞分享留言 要开户口 可以试试CGSNB 如果你刚刚要学习 玩这个股票的 你可以 填上那个表格 然后那个remiser 会联络你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他 他可以帮助你 上网开户口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他 他可以教你 怎么样学习 开始怎么样去买股 我有做个视频 我有做个video 做那个怎么样 用那个买美股 那边里面 也是有给你看一看 CGSNB的那个平台 他的那个软件 那个是电脑版本 电脑版本 不是手机版本 电脑版本 里面有tradingview 你可以用这个 他看图的那个软件 iTrack里面 就是我 跟我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给你看这个图 这个 做这个视频里面 用那个看图 那个软件是一模一样的 ok so 记得你要开户口 下面有个链接 填上的表格 CGSNB 那个 经纪人就会联络你 跟你上网开 记得CGSNB罢了 我没有讲其他的平台 小心 人 老千 叫你去开什么什么平台 不要乱乱来 这个是政府 这个是政府 这个是合法的 这个是HESI批准的 也是 大马其中一个最大的 这个交易平台 交易量最高的 ok 啊 facebook 是facebook.com trainingweeks 下午中午啊 有什么好料啊 我就会在那边分享 还有大家有什么好料 也是可以分享 分享哦 就是 很多人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 就是什么啊 这些 emoji 不算是emoji animation 这些 表情 很多表情 ok 看看免责声明 看看CGSNB 这些 简单一个户口 玩美股 新加坡 香港也可以 马里西亚也可以 玩EDF也可以 很简单的 就是开个户口不了了 ok 看看免责声明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有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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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玩多一个音乐 因为市场涨了一轮 所以明天再拿这两天 市场好比较忙一点 所以明天 得空 有时间 拿那个吉他出来 跟他扫扫 那个灰尘 很久没有玩 那天因为 因为那天觉得 那个market有好转 所以高兴一下就拿出来 还有叫大家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机会来 就记得 记得 要 手要快了 就捞一笔钱出来 明天 明天 是这样明天可以玩多一首歌 玩一个快乐的 快乐的歌 ok 啊 so ok 我们看看 看看股票先 啊 ok 看 malaysia 马股收在1492 还有上1.03点 我看到5点还是跌了 出蓝箭 上了 收市的时候1.03 0.069% 新加坡跌0.208 香港2.26大跌 韩 韩国上了0.666 日本掉了1.0.05 泰国上了1.496 菲律宾掉了0.09 0.993 中国FTSE掉了1.350 中国XSE掉了0.894 中国XXSE掉了1.302 中国他给那个 啊 啊 封锁啦 影响蛮大了 澳洲 0.806 上 印尼掉了0.082 纽西兰上了1.452 啊 台湾上了0.726 还有 鹅洛 那就不用看了 啊 印度 上了0.914 大部分还是上了 今天还是还OK啦 亚洲Market OK 看在欧洲 欧洲英国 英国有上啊 英国开市到现在 有上 英国上 零点零 零点六六七 德国也有上零点八六六啦 所以昨晚美国还有上啦 所以昨晚我有在视频 在Facebook我有讲啦 我觉得他也许还可以上啦 上的也许还能上 或者他可能他会调 他会调一点点 下个星期可能他会调一点点 再跌了啊 所以啊 也许啊 昨天还是有上了 一点零一点 美国到中一点零三亿 MISC1.16 S&P1.213 Earnestack1.082 记得这个 前 上个星期啊 前一个星期啊 当Market跌到很厉害 全部人在荒疆的时候 记得我们看图 我们就看到一样东西 我就跟你们讲 很有可能 Market就会反弹 就是这个时候啦 所以我们怎样看来 就是明天 我们明天我们要看大局 星期六啊 我们要看大局 看了大局才看 然后Malaysia板块这些东西啦 看看铝 看铁 看铁 看美国 看Apple 看苹果 当我们眼界大了 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 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来啦 就像火山爆发这样啦 我跟你讲 那个火山爆发 那个啊 那些啊 什么的故事啊 火山爆发 那个火山没有爆发之前 平时人是不知道啦 科学家他都知道 因为他有电脑 他有那个图 他做了 放了测验器 就好像你们看图 那测验器 那个图走出来 我们看图 所以他要爆发之前 他有 讯号的啊 没有讲100%中 至少你可以抓到一点讯号 哦 所以你就有机会啦 so 所以我们前个星期我就讲啦 还是前个星期五吧 就讲 你要仔细看啊 Market 很有可能会反弹 全部人都在恐惧啊 美国一直启息 全部人就恐惧 最恐惧的时候 就是Market反转的时候啦 OK 你要看图 要确定一下 不要只是想猜啦 你猜 猜了 然后 还有什么可以支持你 还有什么 信号可以支持你 什么症状 看图 OK 图给我们看到 有这个症状 所以我们就可以 可以啊 比较 比较啊 怎么样讲啊 比较准确的啊 看到这个反弹啊 猜到这个反弹 没有100%中啦 我也是会错的 知道啊 我也不是 啊 什么啊 啊 啊 叫什么啊 啊 啊 大 投资 大投资专家 什么啦 我只是 我学会的东西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些功课 我每个星期都要做的啊 玩股票要做 啊 要看下国际 看下本地 看下板块 全部看起来 你就看了 你就好像那个科学家 看那个火山的那个图这样 啊你就懂了 哦火山要爆发了啦 啊 OK 首先看一看 啊 马股KLCI 今天不好了啊 今天星期五啊 你看啊 你要很小心 今天星期五 所以明天视频星期六很重要 但你看到国际了 你就懂了 啊 你就可以知道了啊 可以有那个 讯 有一点的讯号给你知道 有点signal 给你知道 可能要反下跌 第一个signal就是你看 你看他今天一个下跌蜡烛 这个尾巴在上面 我讲这个 这个地方很重要 1488 1476 1488 他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看他刚刚要冲破 刚刚冲破了一点点 知道哦 这个线是没有准准的啊 这个线是发出来 是给你知道 这一个 这边 这一个水平啊 不是讲真正那条线的啊 是一个area 区域啊 是一个区啊 不是真正那条线 所以这一个区啊 是有很 有压力的 所以你看他创到1488 他差不多突破了 差不多冲破了 也不给他冲破 有一个尾巴下来 所以这个是不好 星期明天 所以明天我们看大局 我们看了明天美国不美 这个就是他调整的时候了 他要调 我不是讲他也许会跌下来 跌下来 他会不会玩这个 这个整个上升趋势 会不会完蛋了 很容易 看arexia有没有完蛋 踢破50也许完蛋了 所以他能撑在50上面 还有机会 是一个调整罢了 调整 调 他会调 美国 你看今天晚上美国调 他应该会调 ok so 暂时看这边 我们明天 我们明天 看大局再讲 多一点这个 这些板块 来研究这个图 今天清晰59 上升 不上 55 557 下跌383 也不错啦 今天量也大了 2.792 很大是卖量的 也可能 因为今天market 是走跌的 0.07% 上了1.03 1492 so market一找 好 种植上了0.84 REIT上了0.33 能源上了0.69 手套医疗上了0.26 电讯上了0.65 运输掉了0.24 水电gas工艺品掉了0.05 所以今天还不差 还不是太差了 OK 这个科技还是不错 板块我们明天再谈 今天我们明天一次过 看大局 看本地板块 看那个图 给你更了解 所以今天我那个板块图 我是不会打出来看 明天再一次过 所以今天动力股有SAM UNISAM SAM继续上了 昨天我有讲SAM UNISAM也是有讲继续上 Tenaga有上网看一看 P&B Tech看一看 Francon看一看 GCB看一看 MSC看一看 Sign Plantation看一看 金云 金云继续上继续上 他没有大的红蜡烛来 Patama大量来 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 这个有点危险 还有谁 OK 等下我们去看啦 OK今天有很多 慢多东西 我post有些东西啦 安住 金融板块突破了啦 所以这个 就在讲 Great job啦 Technology 科技还是上啦 但科技 创到这边有主力了 67要小心了啦 Darren 我觉得还是很惊喜啦 哇特朗普都出来了啦 特朗普都出来了啦 Market早上还是还是上啦 所以这个 Lenado跟特朗普都很高兴啦 下午跌回下来了啦 早上就是飞啦 Darren 下午就没有飞啦 这个水了 哇这个厉害啊 这个日本的啊 中央日本的喜欢搞这些东西啊 飞啦 还要不要飞看明天 这个我有讲啦 即使GDP报告不好 这天美国GDP报告不好啦 所以他连续两个季度走失跌 哦 所以在这个啊 技术分析来讲呢 他是GDP是 开始算是 经济衰退了的 but but你要知道那个谁啊 那个但是那个 美联储啊 主席他讲美国暂时还 他还没看到美国在 在这个啊 经济衰退啦 他是这样子讲啦 就算美国突然间啦 but可能 可能 可能今天晚上会转弯啦 所以你要小心啦 ok 我觉得他还能上一点 也许他还 他会上 他会调一轮 我觉得还有继续上 but我们继续跟 but也许 今天美国大跌 美国跌 美国红 你星期也许你 套利 有些股你要套利了啦 可以看新闻 Aleka Aleka 他的这个 他有很多债了 所以要小心 Aleka Aleka是这个Aleka的子公司 Aleka提交债务重组申请 他是 他是 PM17啊 这个 他的这个子公司 Aleka Engineering 这个要 重组 债务重组 所以要小心 OK啊 这个就讲 这个Saba Saba 没有工人啊 因为Saba Aleka人 要去第二边做工 可能来是来这边 东 东马来西马做工 然后 然后那些外国 外劳又要全部要回家了 所以这个就惨了 Saba 不止这边Saba 我们这边 Saba也是 中油 不够人做 是吗 这个 Service sector啊 这些啊 什么 啊 做餐厅啊 Mama YX有机会去到 突破19线 有机会去到 22跟24啊 我们看看 他突破了 19线 这边 19线 突破了 他已经到了 今天到了 跌回下来 so他在这个通道里面 继续可以收 他跌破通道也许你要逃 最后你一定要逃 必须逃的就是 0.17 如果你进了啦 OK多美 Alice B讲多美有机会跌破 突破83.5 去到89 跟93 83.5 多美 多美有可能有机会啦 那个金开始反弹了啦 呃 这边啦 89 94 95 这边啦 差不多是这边啦 不是很多啦 有 有 7 8% 7 8% 啊 so 94 96 94 94 93 93 89 跟93 罢了 他给到 到这边罢了 他给到这个93罢了 这边罢了 今天这个压力了 所以我也是觉得他是差不多到这边了 他是去不远了 这边了 93 96这边了 你要小心 如果你近了 你要小心 他冲不破这边 你要小心 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Bank Westport 因为Westport那天报告不是很美 Hong Leong Bank给他DP 调到4.277到3.75 因为你知道那个软料 那个油这样高 他们做运输是很难赚钱的 很难赚大钱 Westport一直在跌 Hong Leong Bank调到来这边3.75 有啦 小小空间 没有的飞了啦 从这边 从这边调下来 你就知道不要玩这些股 这个专家觉得我们还会调多一次 还会取多一次 那个国家利息 还会取多0.25% 到年尾 年尾 至少还会取多一次 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Bank给Busa 55.65 他的这个 目标调了30% 调跌了30% 你也知道他昨天 我们有分享那个报告出来 也是他赚钱赚少了 不是亏钱赚少了 不用太紧张 他给他 给他这个DB 给他销扩啊 卖啊 不是买啊 销扩啊 看清楚啊 buy to sell 给销扩啊 要小心啦 销扩 销扩 然后他给这边啊 你看啊 5.65% 比现在5.65% 他觉得他还要跌销扩 所以他从这边调到来这边啊 这个很够力啊 这个 阿芬 阿芬就给这个啦 CVC CAPITAL PARTNER买了 68% 阿芬 这个已经 今天已经 已经 怎么啦 Complete 了啦 阿芬 阿芬 收购 阿芬 阿芬 拿到37.9 beer的这个 这个 啊 赫悦啊 是这个 automotive啦 汽车的 汽车的这个 汽车工业的 啊 汽车行业了 的order 订单 我们看看 Amolus 大家都很懂 很喜欢这个 Amolus 他跌了 当他一跌破这个通道 就没有这样喜欢了 跌破了这个通道 现在他慢慢想调整 他想反弹 暂时没有动力 还不能 他必须突破0.6 守在0.6上面也许有机会 暂时还不能 还看不到他是反弹 你看0.6 未被印尼赚钱 赚他的金利 这个 Free tax profit 看来 银行真的不错 马来亚银行印尼EH 税前利润增长 23.9%至 9440亿 印尼顿上半年 不错 我们看动力股 UNISAM UNISAM 明天记得 明天很重要 明天我们看美国怎么样 UNISAM UNISAM 我们讲UNISAM 我觉得他还有机会来到这个3.2 差不多到了 3.2这边 差有一点点今天去到3块钱 希望 美国还是美的话 他先去再充一点就到了 如果是美国今天是不美 也许你要套利了 看美国怎么样了 OK UNISAM暂时我看还有机会 也许他会调一轮再上去 但是还能 本来要看 小心 如果是今天美国不美 也许你套利一些先 套利一些先 守一点前程 方根 方根 我从这边开始讲 他应该可以到2.85 2.99 今天到了 2.88 这个也许 也是今天美国不美 你套利一点先 也许他还能再上 暂时你要小心 今天美国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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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 我看到他有突破 哇SAM 这边 这边啊开始 所以现在还是上本 还有一个尾巴 下来到了这边 3.7 跟4.1 要小心一点 CJSMB目标也到了 你要小心一点 好 这个有一个大尾巴 也许星期一 会跌了 你要小心看 等那个 等那个有点好转 等那个好像反弹症状啊 8.1 他突破了 这个8.16 应该有机会 回来就是 MA Bank MBB RXB 8.6 左右 8.5 8.6 应该有机会 这个 应该有小反弹 但不多啦 这个 等那个起都起几巴仙的啦 你不要以为 有二三十巴仙给你玩啦 SIM Foundation MSC SIM 这个种植股啊 慢慢的有机会啦 SIM SIM 我看的不是很好啦 它有点很多主力 这个对我啦 我看到它不是很好玩 RSI突破50 也许有机会 看它应该 它的主力应该是在这边 大的主力应该是在这边 这个 这边目标你要看 这堆目标啦 这堆目标 啊 感觉那RFIN就有4块7左右啦 就先 MSC P&B Tech Andrew MSC 诶 Andrew没有讲到 哦 这边还没有讲到 MSC P&B Tech Andrew 啊 钢铁铁骨 Andrew 还没有突破这个不要进 然后我讲它 突破1.165才进 还没有突破 暂时不要先 还不能 今天继续上 继续收 MSC MSC呢 就突破了一点 有点突破 RSI还没有突破50 下个星期 它债账的话 也许这个可以试试 啊 MSE它一飞飞蛮多的 我们明天再看一看大局先 RSI突破50 也许可以试 啊 1.87 1.87 B&B Tech B&B Tech 也是有个小 B&B Tech 我不看到它会去到哪里了 可能上多一点点 3点 153点 4月时有机会逃命波 2.8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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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2.87 1.87 2.87 如果美国今天不能他应该下个星期他转完下来了 如果美国能他应该还能 Affin到目标了啦 第1组目标2块1 2块2 2块1.6 2块2差不多到了 如果你赚了也许你可以套利一点 GECB GECB他有个大反弹 他的下跌趋势还是很强 这个我不敢进 这个可能 2.5 2.6他有机会去了 要看了这个暂时 不是很敢去了 因为他有他有反弹过几次 他在这个89MA下面 他每次反弹都是败 所以你要小心 这个PATAMA PATAMA大反弹 这个追高追到蛮高 追是超级追高 这个也许可以追吧 追一点点 他可能会飞 PATAMA好像他他调了这样久 他一个大战可能他要飞吧 这个也许又怕 有点恐怖了 因为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 你看他叫超卖这样多 有可能是一个什么 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跳进去可能他就开始 这个也许 下个星期他继续上可以撈一点 他轻辣猪一直来 可以撈 可以继续收 如果他 红辣猪大红辣猪来 你要逃了 这个也许 他已经超买了 这个我是不会追啦 太太太危险了 也许 短一点点 可以试试啊 最好他不要跌回下来 这个0.95下面 跌回0.965下面 你要很小心 OK 今天讲这样的 我们明天看大局 看到今晚美国美不美 希望他美美国 今天不美 今天 今天翻转 这全部流产了 OK下个星期不是很好 OK 明天再见 拜拜